提到顾锡东 我们喜欢称呼他顾伯伯 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代表着一个时代 一段浙江戏剧 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忆起来 都会觉得骄傲的历史 我当然非常地赞同这样的说法 我常常会说 舞女败寿至于小百花 就相当于茶馆至于北京人狱 但与我呢 顾锡东这个名字更是一名良师 一个朋友 一位亲人 一轮明月 这个环境 很像顾伯伯的书房书桌 他的家 他的生活 简朴到我们无法想象的程度 他的书桌我记得 只放了极少的几件物品 当然 永远会有书 有纸 有笔 我记得 他习惯把他的笔放在他的书件上 他有好多习惯 常年都不会去改变 我十分地信任他的判断 他心底 也非常清楚 我对他的依赖 但即便如此 他也从不会去限制 我的自由 比起我信任他 他可能 更是信任我 他曾对我们 原生代的小百花的姐妹们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们要珍惜观众 对你们的一见钟情 我明白此中的生意 因此 我们哪怕台下只有一个观众 我们都会把戏 继续地唱下去 亲爱的顾伯伯 愿你我 真真重逢的那一天 我可以骄傲地告诉您 百花依旧 绽放不败